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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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之前同学们有选修过我们的医学英语或科技英语的话 那在这里跟同学说明一下医学英语跟这门我们现在一一二选的这个课有稍微重叠 因为有使用到部分一样的教材 所以你之前如果有修过医学英语的话 那可能有类似的内容你之前是有学过的 所以在这里跟同学说明一下 那如果你之前是修科技英语的话就没有影响 因为完全是使用不同的教材 好 那下学期呢 我们也是新拍摄了线上职场英语 那这个是完全全新的教材内容 那同学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到时候再留意一下我们的课程公告 那我们这个线上课程的特色呢 因为我们有开设各个领域的嘛 所以可以帮助各位同学增加各个主题领域不同的智慧 那因为是线上自学 所以你的弹性很高 你可以用你在随时随地都可以上课 那我们也带入一个混成式学习的方式 我们有安排课程的助教 如果你在学习上面 在教材上面有任何问题 你也可以询问课程的助教 那我们也规划了英语讨论课 还有英语绘画课 那你可以在口说活动的时候呢 增强自己的口说能力啊 然后练习英语思辨的技巧 好那这次是我们线上课程的好处 但你只要有装置 你都可以随时上课 那这是我们eClass网站的连结 那你可以扫这个QR Code 那我们的课程页面 大概是像右边这个图片 长这个样子 就是有时候会有文章 或者是一些练习的题目 那如果各位同学之前有上过其他的课程平台 比如说像Coursera或者是MOOX 那这些平台 他们都主要是影片为主的课程 那我们这个平台呢 因为我们是选用比较优质的现有的教材 然后再把它做数位化 所以它会比较多是文章 还有课程的音档为主 那部分的教材会有搭配影片 所以不是完全都影片 那可能跟同学的预期会稍稍有点不一样 在这里跟同学提醒一下 并不是全部都是影片 主要还是以文章还有音档为主 那给同学们浏览一下我们的课程页面 好 这是随便举其中一个页面 比如说像它就是分成两栏 好 我先回到首页 那左边就是你要学习的单元 然后它细项各个页面是什么内容 就会一并列在右边 那你点进去就是 你完成一个页面 你就可以按下一页 下一页 那有一些页面它就是 包括音档 然后你就可以 直接点准 有些页面它是有 比如说有做一些练习 那你就可以按marking 然后可以看一下解答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 有点是互动式的形式 好 那我们再回到原来的 投影片 好 这大概是我们线上课程的页面 好 那我们的自学呢 线上课程 但是自学就是不会跟其他课程不一样 你就是不会一个人一直在电脑前面学习 那我们有安排讨论课还有英语绘画练习 然后有问题可以问助教跟助教咨询 所以是一种混成式的搭配 跟一般的纯线上课程是不太一样的 好 那接下来同学们就比较关心的是 我们的评分标准是什么 是怎么样评量的 那我们这三门课程呢 都有安排实体阶段考 小考 还有讨论课及英语绘画课 那实体阶段考的部分呢 有两次 一次是在10月26星期四的六点钟 然后第二次阶段考是12月21 也是礼拜四的六点 那安排在这个时间 主要是希望避开白天同学们 一般都是在上课 怕有冲堂的时间 所以希望这个时间 是大家都可以来参加考试的 因为这个是实体阶段考 你要来中心 使用我们线上考试系统考试 那它的占比是65% 所以算是有一点高了 那题型方面呢 都是以选择题为主 那少数会有填充题 那形态就是听力啊 阅读或者是智慧文法题 那它的内容呢 我们都是完全出自于教材的文章 或者是影片 就是音档的内容 听力就是可以出音档的内容 那有的时候阅读也可能会出成 听力或者是听力出成阅读都有可能 那虽然说它的教材都是直接取材于线上课程 那我们的问法 提问方式会比较不一样 那就是以选择题方式为主 可是文字上的叙述 就是跟你在线上课程里面看到的会比较不一样 因为毕竟不可能完全都一样 只是说都是一样的文章 一样的听力 听力的音档 那同学会比较熟悉一点 不是完全陌生的参加考试 那要提醒同学的是 这个课程是不提供补考的 如果有同学 我忘记考试了 那很抱歉 没有办法提供你补考 但是如果你生病啊 或者是其他不可抗拒因素 比如说像确诊什么的 那如果你提供证明 我们都是可以提供你补考机会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是一律不提供补考的 除非就是上述前面那几个原因 好 那所以同学们 务必要确认你自己的课程安排 是不是这些这两个时段 你都可以参加 本人来参加考试 不然的话我们是不提供补考的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小考 他占了20% 那也是有两次 一次是在10月9号到15号 然后一次是在12月4号到12月10号 那他总共呢 都有一周的时间让你去参加考试 你自己可以安排30分钟的时间 到我们的NTU库线上作答 所以这个时间也是很弹性的 同学们可以自由的安排 那一样 因为已经给你一个礼拜时间了 所以也是不提供补考 那有时候往年还是有同学会忘记来参加小考或是阶段考 那就是真的同学们要注意 选了课之后就不要忘记了 要记得来参加考试 不然我们是不提供补考的 好 那第三个部分是讨论课更衣语绘画课 这个部分占了15% 那我们从第三周开始呢 都会开设 每个课都会开设10场次的讨论课 还有10个场次的绘画课 那我们这几个学期的口说活动 同学们反应都不错 那助教也带的不错 所以呢 是希望同学们可以借有这个机会 修课的同时可以增加自己练习口说的机会 毕竟你去参加外面的补习班 可能也是要花一些费用 昂贵的费用吧 去参加那种英语绘画的班级 所以利用这个修课的机会来参加我们的绘画课跟讨论 也是不错的选择 那我们的要求就是说 你要至少选择两场 你可以选择两场都是讨论 或是两场都是绘画课都可以 或者是一场讨论 一场绘画 那只要你有来两场 有天道 然后有参加 你这15分就拿到了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加分的机制 加分机制就是第三场开始呢 你每多参加一场 你就可以额外加学期总分 一分哦 是学期总分哦 所以呢 你可以 多来参加 如果你真的有兴趣或有空的话 那我们还有额外的加分上限是五分 你就都可以加到五分 而且不过是加学期的总分 所以算是一个蛮优惠的机制 那要提醒同学是 如果你只有参加一场 是没办法计分的 你不可以说 哦 我只参加一场 那我可不可以拿15%的一半 抱歉没有办法 我们还是希望同学可以完整的 呃 那我们比较一下口说活动 讨论课呢 它的课程内容就是与课程主题相关的延伸学习或是讨论 延伸学习或是讨论 好那呃 以往呢 我是有看到有助教呃 他会讨论我们当周及时发生的新闻 然后与同学做议题的思辨 那英语画课就会比较像是一般啊 一般会画的情境 比较轻松聊天的方式 那时间长度呃 两个都是50分钟 只是讨论课呢 他会有另外课后保留30分钟的时间 Q&A的时间 让同学可以跟助教做咨询 那建议同学们要跟助教做咨询的话 你可以四天email给助教知道你的问题 那助教也可以方便事先先准备 比较不会浪费彼此的时间 那所以就是还有课后的30分钟 那同学做咨询 那绘画课就没有了 他就是50分钟的绘画课 人数上面呢 因为讨论课 呃有的时候需要做分组讨论嘛 所以我们的上限是30人 那英语绘画课是希望一个小班制的形式 所以最多是15人 那每个人都有机会开口练习 ok 好 接下来大家都很关心这个口说活动时间表 下 好 你可以扫这个各个课程的QR Code 那这个可以帮你连结到我们已经公布的 呃讨论课及绘画课的时间表 那一下是不是你可以参加其中的两场呢 好 接下来我们就针对各个课程做一个介绍 那首先就是高阶英语的课程 他的休课资格呢 你一定要是大学部的在学生 好 如果你在场 你在聆听的身份是研究生啊 很抱歉 这个课程呢 就是只有给大学部的学生 那研究生我们另外有研究生的线上英文课程 好 那你 除了是大学部的在学生 那你必须是有大一英文或者是进阶英语评修申请通过 因为我们希望呃修课同学他有一些基本的英文程度 那修起来才不会太吃力 好 那我们选用的教材呢 这个教材叫Active Reading 然后急速是Pre-Advanced to Advanced 大概落在B2到C1的程度 那这个教材呢 他是着重在阅读技巧的培养啊 例如预测啊 阅读 推论等等 那他选用的阅读素材也是比较广的 可以给同学 可以给同学看一下页面 好 好 他一开始进来就是 这个太大 好 有一个有个 有个技巧他做介绍 他就是会针对我们这个 大概要做一下什么样的练习 那中间呢就是 算是一个目录啦 就是这个单元有学习到哪一些部分 那后面这个Resource Center 他就有一些资源可以下载 包括 包括这个Video Transcripts 还有一些练习 这个提供一些解答 好 那中间这个阅读的部分 Dangerous Fashion 我这边有选用一个段落 让同学们看一下 你的程度是不是 阅读上面是OK的呢 好 同学们可以花一点时间 然后阅读一下 是不是 觉得你可以吸收 或者是阅读有困难呢 应该是都没有问题 好 就几秒钟的时间 好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继续了 接下来这个教材叫做 Inside Reading 然后它是第四册 程度上是大概落在A1到C1 那这个教材呢 它也是会稍微带入一点 学术英语的素材 那是以学科文章为主 包括心理学 工程学 艺术 资讯科学等等 那也会训练一些 学术阅读的技巧 针对各个学科提供词汇表 所以呢 你接触到相关领域的时候 会有比较系统性的认识 那它还特别整理了Academic Word List 这个学科词汇表 做有系统的学习 那我这边截取了 Unit 1的Strength to Survive 这个段落 给同学们做一下参考 是不是阅读上面 可以吸收呢 所以也给同学一些时间看一下 好 应该是都没有问题 好 接下来我们介绍另外一个教材 是CNN News 那这个教材呢 是我们在LiveABC资源网 这个平台上观看 那我们有跟LiveABC 购买一些CNN的影片 然后同学们可以做英语学习 那这个平台我可以给同学们 我登入看一下 好 登入进来 你就看到这个是资源网 然后类别你就选 我们是要CNN嘛 那通常我是安排2020吧 的主题 然后就这么多 你就看那个课程大纲 是要求你看哪一个影片 好 比如说我随便点这个影片 好 那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先停 那这个平台呢 就是除了影片观看之外 它这个 右上角有一些选单 你可以 看一下竹子稿 然后这边也可以再听一次音乐 所以你可以听党的时候顺便对照 所以你可以听党的时候顺便对照 顺便对照 所以你有没有感觉 这地方听清楚 然后呢 这个中的地方 它是有翻译的 都有翻译提供给大家 然后还有这个 D 这个没有 W就是它有 介绍一些智慧 然后这个最右边是 片语 或是一些 它觉得需要再解释的字词 然后这边点进去 它是有一个小练习 好 它就是有点 叫你做听写练习 这个很简单的 小练习 OK 好 这是我们CNN的部分 那如果你 这个资源网其实非常的丰富 你看它的类别 还有日常绘画 职场绘画等等 所以如果你 你有余力 可以再去观看其他影片 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你有账号密码 OK 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 PowerPoint 好 那我再继续咯 下一个呢 这个教材是 Contemporary Topics 那这个级别又比较稍微高级 这是C1人籍的 那它主要是训练一些学术场合 例如像大学课堂的演讲 讨论 类似像这样的联系 那同时也会训练 做笔记或者是 比较密集聆听 听听或者是词汇建构的技巧 因为这个是 一个比较注重听力的 所以我就没有把文章摆上来 同学们之后 如果你有授权码 你可以再 有账号密码 你可以再上去看一下 在这里我们就不再 在带同学看了 好 那另外一个教材 就是Advanced Reading Power Board 那这个就 这个程度也还好啦 就是B1B2 那 它主要也是训练我们一些阅读的技巧啊 比如说Skinming Scanning 还有 如果找主旨啊 或者是怎么做推论啊 那还比较特别是 它也教你怎么阅读 比较长篇的段落 怎么样有效率的去阅读 长篇的段落 然后你要怎么做总结 你要怎么做Critical Reading 那它可以希望也训练 这个Reading Speed 你可以怎么样加速你的阅读速度 那一方面也顺便再增加你的词汇量 好 那这个是我选的一个段落 从刚刚那个教材 A New Pesticide in India 那同学们也可以 停下来看一下 是不是阅读上面觉得OK呢 那我们给同学们一些时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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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应该什么问题吧 OK 那我们再继续了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学术英语 那这个课程呢 一样也是大学过的学生 但是我们建议 你最好是大二以上 然后你有免修或者是已经修完大一英文的 因为学术英语的教材内容会稍微比较难一点 当然如果你是说你是大一 然后你已经免修大一英文 你很想上这场课 那我们也是很欢迎 只是先比较建议同学 如果大一来修 怕你会比较吃重吧 所以我们 资格上面是说建议 但是建议啦 如果你是大一 你想要来上我们也不会倒秀 OK 那我们选 因为教材呢 第一个就是 21st century communication 第四课 好 那这个教材就是针对 它有带入一些ted talk的影片 那它是针对听力编写的教材 那它比较着重在培养国际化沟通能力 还有批判性的思考 它的内容呢 也比较符合现实收获中的情境 那我等一下 我给同学们看一下 这个课程的页面 请等我一下 这是学术英语的页面 刚刚是说21st century communication 所以它在 第一个 好 所以它连结都帮同学做好 那它点进来就是有两栏 这是我们 我们那个线上教材的平台 然后 它刚刚说有带入一个 它比较是着重在听力的培养 那我随便点一个单语 比如说 Exercise G 是Exercise Now personal stories are nice but there's scientific support for this life upgrade too a study from Japan that was conducted in the 1990s showed that people who walked to work had many health benefits and a study of 50 好 就先 所以它是比较多音档的部分给同学聆听 因为毕竟它是要训练你的听力技巧 Captop的话它有一个连结 反正它都已经建置在页面上 I'm sorry 它是part 2 这是part 2 OK OK 那我们是把这个title它切成一段一段的 这样子同学会比较小滑 You ask why? You ask why? Because smiling is evolutionary contagious and it suppresses the control we usually have on our facial muscles Mimicking a smile and experiencing it physically help us understand whether a smile is fake or real so we can understand the emotional state of the smiler in a recent mimicking study at the university of Clermont-Ferrand in France subject were asked to determine whether a smile was real or fake while holding a pencil in their mouth to repress smiling muscles without the pencil subject were excellent judges 他讲话好像有点口音 不过现在是好像各种口音都要收集 所以刚刚这个就是着重在听力编写的教材 所以我没带入一些菜草的东西 那接下来这个教材 我们刚刚那个是针对听力 那这份教材它是针对阅读技巧的练习 然后也有批判性思考练习 跟刚刚那个教材算是搭配在一起的 那我这里有节选了一段 是Unit 1的部分 那这个段落同学们可以 花点时间阅读一下 是不是可以吸收呢 应该是不会太难 好 差不多就是这样 那我们接下来呢 这个是我们学术英语的重量级教材 这是Ospers出的 就是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 那它的 我觉得它是所有教材里面最难的 它大概有较CY 那依据以往修课同学的经验 他们会觉得这个教材会稍微比较有挑战性 因为它是取材于真实的学术的书籍 那同时它也会训练同学阅读学术文章所需要的技巧 那我接下来呢 也是一样我选了一个段落 这是Unit One Behavior 同学们也可以看一下 其实它是从最基础的开始教你如何阅读的学术文本 文献资料 期刊论文包括一些写作基础的观念 论文的引用等等 所以是完全方位的一个学术英语的教材 我去看你也可以先解图 好 那我们就继续进行哦 接下来呢 这个Grammar for EAP 它的 它是主要是针对 学术英语会用到文法 那我也 我比较不会称它为文法 比较像是一种去让你熟悉学术英语的语言风格 那它的 那个语言程度也是落在B1到C1 那它这个教材的特色就是 它会透过大量的例句 还有练习 让同学去学习 以及怎么使用学术英语的 这个相关的文字啊句子 那 尤其是在 或者是你要做学术英语的简报啊 等等 学术发表 这些学术相关场合 那我这里有引用的 我这里截图了一个 它是第六课 Stating Facts and Opinions 就是我们 通常你在 阅读学术文章的时候 你要去区分是事实 还是个人的意见 那它这里就告诉你 在遇到这些相关的词汇 就是你可以去Stating Facts or Opinions 那你也可以在做练习的时候 把这些句型可以熟悉 以后你可以用在你的论文写作里面 就是不一定就是常用那几句简单 比如说As far as I'm concerned 这很明显的音色的拼面 但你也可以用其他的说法 来去表达自己的意见 Like what I believe The evidence indicates 这就是Facts 所以它不是比较 像一般的那种文法书啦 因为其实文法 大家应该会都比较熟悉 只是它是透过 大量的练习 让我们去熟悉 学术英语的写作风格 所以它内容稍微有一点多 好 就是这个就是Grammar for EAP 这个标题有点打错 这是Grammar Grammar for EAP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介绍一下 我们的新课程 医学制生物科技英语 那这堂课呢 我们建议的修课资格是 最好是大二以上 然后你有免修或是修臂 修臂大一的同学 那我们选用这个教材 好 这就是我之前说的 如果你有修过医学英语的话 这个教材是有重复到的 我们也是选用English for Careers Medicine 2 那它其实它的语言程度 并没有那么难 B2到C1 它比较难的是需要 可能一般同学不是很熟悉 医学英语的话 那你会看见 比较多专用 其他比较需要的是去查字典 OK 所以其实语言上不难是 单字上面是比较专业 那不用担心 我没有给同学整理相关的词汇 我可以也登录一下 学术无英语 不是学术无英语 那个医学生技英语的页面 给同学看一下 我们有整理相关的词汇表 让同学在学习的时候 会比较方便 OK 好比方说这个点进来 这里有个参考词汇表 比如说 它就有这个点点 看起来都是以前没看过的单字 或者是GRE托付会看到的单字 那会稍微帮你整理一下 这样你学习的时候就不用再一直查 那可能还有其他单字吧 不过主要就是这些 所以这算是一个蛮贴心的设计 对不起 刚刚没有分享到 这样 好我再讲一次 就是有帮同学列的这些单字 那你在学习上面呢 你就可以比较快进入状况 OK 那我们过去也有 甚至有医学院的学生也有来修过 所以说这个课其实不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医学院同学来修 这可能对他们也很简单吧 但是我们主要也不是说非常专门那种医学 是说我们一般民众到医院 那你如果去 你要怎么去跟医生描述你的症状啊 就是比较像是有个医疗沟通场景 你会需要用到的医疗沟通场景 好 那接下来 我也截取了部分的段落 这是第八课 Surgery 那同学们也可以稍微浏览一下 其实英文上面应该是不会很难 好 most ovarian cyst 这个好像叫做什么 卵巢囊种 ok 所以对医学生计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考虑一下 可以考虑一下 好像有一个time hold 第三点有点打错字了 看前面两点都好 所以像这个可能对同学是一个生子吧 或者是这个 这个 所以其实语言上不难 就是稍微有多一点 不过你学完真的可以学到很多 医学相关单子 可能你在看每句或是什么 就比人家懂很多 好 那我们再继续咯 那接下来呢 这个教材呢 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tad ed 他就是一个全部都是动画的 然后他在讲一些观念 或者是反正就是透过动画去做教学 那我们当然选用的是跟课程相关的医学啊 或者是生物科技等等 那如果你有在课程网看到我的 课纲的话 我们选用的tad ed 也是 也是蛮相 也是蛮 跟时下蛮相关的主题啊 比如说像疫苗啊 还有 那什么 阿兹海默症啊 忧郁症等等的 还有3D列印 那个人体器官啊 就是蛮有趣的 好 好 然后那我们医学英语只有三种教材 是比较少的 因为主要是考量 应该是考量说我们很多专有名词 需要消化 所以我们教材选用没有这么多 那CNN也是刚刚我已经给同学们看过那个平台 那主要还是呃 只是说影片选择我们就是 比较跟医学生技相关的 好 那我就这个就不用再说了 好 课程我们稍微比较一下 那整个 这三门课程的话呢 级别大概是落在B2到C1 那除了医学生物科技英语 有稍微简单一点 但是他就是专专业的字会比较多 那C1的教材高阶语稍微多一点 我觉得学术英语是适中 但是他C1的教材就是会比较难 那C1在生技英语 呃医学生技就是好像比较没有出现 教材的分量高阶语就蛮多的 学术英语也是蛮多的 呃医学生技就只有三种 那教材的走向呢 呃我们高阶语当然是走比较 一般广泛的 专业字会比较少 但是你会接触到各个学科领域的知识 那学术英语就是 他的文章跟字会内容都比较多 ok 那医学生技那就是 不迷思议就是医学生技相关字会 那刚刚有给同学看有整理相关的词汇表 ok 好 那我刚刚这三门课程都介绍完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呃过去同学有提到的一些常见的问题 那第一个是 我可以同时选修两门现场课程吗 呃很抱歉 那不可以 因为我们每个同学你只有一组的e class 登记账号 而且我们实体考试都是 每个课程都是同一天 那你不可能一个人分身参加 两门课的考试吧 对不对 所以是没有办法 呃让你同时修两门 而且你的loading可能也会太重 好 还有同学曾经问说 报明天也先用顺序 会不会影响到修课难一步 其实不会 你如果只要符合我们的修课字 这个都会选和通过 那我们是尽量让想修的同学 都可以修到课 那虽然那个课程网 它有标一个修课人数 但是我们开课单位 可以自行决定最后 要收多少的修课人数 所以还是很欢迎同学们多多报明参加 好 还有同学有问说 这个线上课程是否会列入GPA计算 好 如果你在课程网看到我们这个课程 它的类别叫做选修 然后是一学分 那这是一个正式的课程 所以它当然会列入GPA计算 所以还是需要同学花一些时间跟心力 不是说线上课程好像蛮轻松的 其实不是这样 还是要有考试小考 参加讨论课 算是蛮扎实的线上课程 OK 接下来还有同学曾经说 问说这个课程是认列为一般选修 还是可以列为通试课程 这个课程我们在课程上 我们分的一样还是叫选修 那可不可以认列通试课程 不是我们可以认定的 那你还是要自行洽询 相关单位可能是交务处 或者是你们系上那边去询问 好那还有同学曾经问到 我的必修时间有卡到阶段考 那或者是有卡到讨论课 就是课程安排都卡到了 没有办法正式的修这码课 我可不可以旁听呢 很抱歉是不可以旁听的 因为我们现在课程的浏览权 现在还是仅提供开放给修课的同学 如果你最后你拿了授权码 但是你没有修课账号 我们还是会把账号删除 那主要是我们这些资源是保障给修课同学可以使用的 如果你想要使用资源的话 我们中心还有其他的资源 你可以去上我们的eFreeway网站 有很多自选的资源可以选择 好选课方式 我们再重申一下 就是你到线上停写授权码申请表单 可以扫这个QR Code 那审核通过我们会三个工作天需要处理 然后会退入账号等等 然后再把这个资料寄到你的信箱 然后停写期间是9月4号到13号 4点截止 会比加退选的截止日在提前几天 因为我们需要审核 还有会入账号的时间 然后你也需要一些时间去浏览课程 看是不是你真的想修吗 对不对 好 那你要确认可以休息 确认要修你在家学 那我这边给同学们看一下这个授权码 我不知道同学有没有上去看 已经开放了 我是有看到有两个人贴的 再问一下 好 这是 线上课 像不是这一个 一个新版 OK 好 这个嘛 好 所以一开始 在填写之前 你还是麻烦看一下这个规定 每个学习只能选修一门 然后请注意不得与进阶英语同时选修 如果就是你如果有在修进阶英语 你是不能选修这个 线上课程的 然后不要重复填写 如果你重复填写 我们会以最后一次填写的内容为准 可能有人第一次写 我要修高阶英语 然后第二次他又写学书女 那除非你有亲自写信来告诉我 不然我就会自己帮你决定了 好 那就 一开始你帮我填一下你的学号 那填两次 因为有些同学真的是会不知道自己的学号 或者打错 那我就没有办法回复你 好 好 姓名电话 电话只是万一有事情要联络你 但是没有事情也不会随便打电话交 你 修课资格请务必确认 好 再说一次高阶英语是 你已经免修大英文或已经免修进阶英语 那学术英语是 基本上大学部的同学都可以选修 但我们建议是大二以下 建议 因为他的内容 比较 同学一般不是那么熟悉 是希望你有一些英语程度 那医学生物科技英语是大二以下 然后你有修B或是免修大一英文的同学 OK 好 这个你要帮我勾一下 有些人勾 但是他竟然还有修进阶英语 所以 不晓童有没有在看这个规定 好 不可以进阶英语同意学期选修 好 如果你有的话就不要领取授权码了 你可能 其他的学期再来选修 好 那大概就是这样 好 帅业了 好 那你这里要请同学上传一下学生诊 因为我们要确认这个是你本人 因为我们授权码不会 不是你本人的话就不可以用 所以必须是你本人 那请上传大一英文或进阶英语免修通过证明 你可以截图你的成绩单或者是其他的证明 那你在截图的时候 请要把你的姓名跟学号都截图在一起 因为有时候有些同学他直接 直接那个进阶英语免修在成绩单上 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同学 当然是相信各位同学是有免修通过 只是你要把你的姓名跟学号也一并提供 这样资料会比较完整 好那大概就是这样 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问题你可以帮我填备注 或者是打电话来问 OK那授权码填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在提醒同学呢 你在拿授权码之前要知道这些事情 每学期只能选就一门课程 那每门课是一学分 那因为这个是线上自学的课程 必须要有自我独处啊自我管理 就是要比较自律 那它是一个正式课程也会列入GPA 所以它有个通过标准 你必须要60分达到几个 所以请要谨慎看待 不是说线上课程就不用花太多心思 就是你也是要去做准备的 那请务必确认阶段考考试的日期是实体考试 而且你都可以参加哦 还有口说活动的日期 你可以去刚刚有提到的网页 再去确认一下是不是你可以参加其中的两场 还有我们课程的要求跟相关规定 是不是都了解了 好 课程咨询你可以拨打这个电话 或者是你写email来问 都可以 OK 那我们说明会就到这边 我们同学们现在有问题的话 可以提出来 可以 开麦克风或者是留言都可以 好吗 老师你好 可以大声音 等一下 老师你好 哦 请说请说 老师就是那个考试的部分 是是是 我可以吃到二十分钟就不行了吗 如果你吃到二十分钟 如果大家已经先开始考 你必须也跟大家一样时间结束 哦 因为有跟必修卡到这样子 那你要不要其他学习再来 或是你可以很快写完 你要修哪一堂 二十分钟哦 哦 对 不是 我说线上课程你要修什么 我要修那个学术 哦 二十分钟有一点久 因为我们会排在六点 就是说 想要让大家都 大概白天的课程都结束 嗯 对 那如果你下学期来学会有空吗 嗯 这个我还不知道 因为我也不知道下学期的课 哦 哦 这好像蛮看缘分的办 嗯 呃 还是说你可以跟上一堂的老师说说看 好 那我 看你可不可以这样子弹性的安排 不然的话公平起见我们还是如果 因为到时候租教会检考嘛 如果租教已经开始考的话 我们还是跟其他同学一样的时间 这样子 好 谢谢你 还有同学 要提问的吗 不会 谢谢你 好 老师拜拜 拜拜 诶是没有人了吗 哦好 好 还有同学有问题 好 没有的话我们今天说明会就到这边了 谢谢各位同学 也欢迎各位同学来修课咯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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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